明亮的粉紅色招牌 加上兩個超Q的娃娃 让周老爸时尚饼铺 在店家伶俐的螺丝福路上 显得格外抢眼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店面装潢 就是很特殊 你看旁边有那个樱花树 然后我们同学就是 我们是新生 然后看到这感觉好像很漂亮 我们就进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家店 就是做得还蛮 就符合现代人的感觉 就还蛮新潮的 所以它的图案很可爱 就还蛮吸引学生这样 网路购物起家的 周老爸时尚饼铺 以贩售蛋黄酥 樱叶酥等商品 成功地在网购市场 打下一片江山 98年老板决定 在螺丝福路开设实体店面 高雅前年轻的装潢 不仅吸引喜欢高饼的 中老年人族群 也打动了年轻朋友的味蕾 甜度还可以 所以你觉得这样吃起来 也比较健康吗 这样子吃起来是可以啦 因为目前的人不喜欢吃太甜 它的甜度我觉得还刚好 就是咬下去就是外面就是 好软喔 真的好软喔 好像是棉花糖感觉 好像就是梦幻真的 里面的蛋黄 里面蛋黄很香 好香喔 可是吃太多我怕会变胖 那觉得这个荫叶酥啊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就是你吃下去的那口感 荫叶酥 我第一次吃到就是 就他们说是樱花叶 他们说绿绿的是樱花叶 然后第一次 觉得他们就是很 很实在还会加蔓越美 这种很高糖的食材 觉得很划算 我觉得它的那个红豆就是 不会很甜 然后就还蛮 就是吃起来有沙沙的感觉 我觉得口感还不错 然后它的外面饼皮还蛮 就是有点脆然后香香的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消费者 会慢慢走向一个趋势 他除了在网路上看到你之外 他也想在实体的店面看到你 所以我会建议说 对网路这块有兴趣 或者是对开店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真的从网路开始 脚踏实体的坐 那等到做到一定的规模 再朝店面发展 周老爸时尚饼铺的创始人就是他 周刚毅 虽然名为周老爸 其实他今年只有三十岁 因为我比较年轻嘛 叫周爸爸又感觉这个品牌 会比较年轻一点 那我自己叫做周老爸 那给自己留个胡子 让人家会感觉比较沉稳 而且这个品牌也会觉得说 也是对一个老爸的尊敬 那也是从以前到现在 从高饼从以前在宏达做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一个代表一个传承的意义 不像一般青年级生给人的印象 周刚毅个性独立 具有敏锐且周祥的思维 还很有生意头脑 所以周老爸时尚饼铺的生意 做得有声有色 从心理商店到实体店铺 都是周刚毅一手打理 周刚毅大学念的是电子工程系 现在做的却是高饼店的生意 实在让人有点想不通 不过周刚毅说 这跟他家里有很大的渊源 也是周老爸时尚饼铺 之所以会开店的最大原因 其实自己从小到大 就是接触这方面 从小时候就常常 就是可能放假的时候 就会很早就起来帮忙烤面包 那可能就放学回来的时候 也会帮忙收面包 然后会帮忙包面包 那其实从小而如木兰 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没有 因为电子业对我来讲 可能就比较枯燥乏味 所以毕业的时候 我没有直接选择电子业 所以就这样进入了高饼店 其实周老爸所卖的蛋黄酥 就是来自周刚毅家里所开设的面包店 当初就是为了替老面包店重新行销包装 周刚毅大胆的自创品牌 希望透过创新的经营模式 替老店带来新商机 周刚毅嘴里头的老面包店 就是这家位在宝园路巷子里头的 宏达西饼蛋糕店 它是父亲在民国72年时所开设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7年的时间了 每逢下午面包出炉 街坊邻居便会闻香而来 这家老面包店 早已成为邻居生活中的一部分 附近邻居对他都有着浓浓的感情 因为这里的面包料好实在 绝不偷工减料 老老少少都很爱 你吃这里的面包大概有多久时间了 大概吃十几年了吧 从学生开始都一直吃这边的面包 而且早上很早就开上学买 面包很方便这样 觉得这里的面包口味怎么样呢 很好吃啊 我最喜欢吃他们的菠萝面包 就是小小很简单但是就很好吃 市场来这个口味很好 从小吃到辣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口味做得很好 好 这么多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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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印这面包口味怎么样 好啊 好吃吗 好吃啊 宏达本身除了卖自己生产的面包 蛋糕 糕饼 另外在代工市场当中 也颇具知名度 他跟国内多家连锁店 面包店便利商店合作 从事代工业已经有相当多年时间 不过从民国96年起 面粉 奶粉 蛋等原物料价格不但飙涨 有许多面包店经不起连连亏损 陆续走上关门的命运 还好宏达因为有口碑 加上稳定的根基 才在这波高饼业的景气寒冬中 幸免于难 一轮减少 一轮部分减少 可是就是还在可以接受范围 因为毕竟不是刚创业 已经一段时间 说像机器设备啊 什么房子这个都是自己的 所以就相对来讲 跟其他一些可能刚创业的同一比赛 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尽管如此 这样的情形 还是让心思细腻的周刚毅 开始有所警觉 他觉得宏达应该有所改变 不过到底应该怎么做 周刚毅也迷惑了好一阵子 而在反复思索后 他终于有了想法 就是要拓展自己的品牌 因为唯有经营自己的品牌 宏达才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而不需要再仰赖别人 我们家一直是一个老店 那做这个方面 已经做二十几年的经验了 那我们一直有很好的生产线 可是没有一个很适当的方式 是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 既然决定要帮助宏达建立品牌 周刚毅还特别去烤了西饼蛋糕 以及正照 打好了底子 民国九十七年时 他开始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 为了避免投入太多的成本 他先以网路行销的方式 成立了周老爸时尚饼铺这个品牌 当然这样的做法 在家里掀起了一场小风暴 毕竟网路 品牌 这些不同以往的经营模式 在家人传统的想法当中 一时难以接受 不过看到了刚毅的努力 家人最后也转为支持 因为这个店是老店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会希望留下店里帮忙 那毕竟出去的话 家里人手就少一个 可是就是后来大家讨论的结果就是说 因为自由品牌是个趋势啦 所以到最后 当然一开始可能有反对 然后可能比较没那么支持 到慢慢后来就想说 他也很努力在做 也很辛苦在做 所以就慢慢转做支持这样子 刚才S多少会有一些疑虑跟冲突啦 因为毕竟在网上卖东西不是那么容易 那可能一开始我会做一些 比如说一些活动啊 都是免费让人家试吃 那或者是说在外面参加一些政府的摊委 那一开始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 那所以说家人会有一些疑虑说 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效 那是不是网路上真的可以卖这些东西 那一直到现在慢慢慢慢慢慢 发现销量越来越好的时候 家人也慢慢从一开始的疑虑 变成赞成与支持 当初周老爸时尚饼铺可以在网路上爆红 成为团购市场的第一品牌 靠的就是这款宏达老店的手工蛋黄酥 市面上卖蛋黄酥的店家比比皆是 周老爸时尚饼铺为何能在网路行销 易均突起 周刚义很有自信地说 原因没别的就是好吃 而好吃的秘诀 就在他们对原料品质的坚持 像是蛋黄酥的灵魂蛋黄 不够新鲜不够饱满 他们绝对不使用 是一颗一颗挑选的 一般坊间现在很多蛋黄很多人都用一半的 可是我们一直坚持用整颗的蛋黄 因为整颗的蛋黄才可以把原味锁在里面 再来我们的蛋也是从宜兰挑选过来的 因为这个鸭蛋我们曾经在中南部找过很多的蛋商 后来才发现在宜兰的蛋才是最好的蛋 那蛋场过来之后 我们经过一颗一颗的挑选 大概100颗的蛋黄中 我们只能选出65颗左右 是符合我们的大小颜色标准重量 就是才会符合我们使用 所以我们最大特色是我们里面的蛋黄 非常的透明 精亮 大颗 多汁 另外包裹在蛋黄外头的这层豆沙馅 也十分讲究 独门配方馅料不甜不腻 口感细致绵密 而最外头的这层酥皮 更是大有学问 如何让薄薄的这层酥皮烤过后又香又酥 周刚一和爸爸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一再地改良 这个豆沙馅是我爸爸 就是我爸爸亲手调制的 不管在豆沙的选用 还有在糖的食用 在油木料水方面都是用很高级的 所以这个豆沙也都是带有感情的 从以前下来历史很久远的 那皮的部分一般的蛋黄酥皮很干 可是我们蛋黄酥的皮是非常有层次的 一层一层一层 不管是水分油度都比一般的高很多 所以吃起来不会干 加上皮线三个合在一起 等于是我们的完美比例 蛋黄酥包好之后 就是要在外皮上刷上蛋汁 这样的动作至少要三次 才能让酥皮在烤过之后 呈现漂亮的金黄色 接着是在每颗蛋黄酥上 撒上白芝麻 然后就可以送进烤箱 烘烤的过程当中 为了让每颗蛋黄酥受热均匀 师傅还会将烤盘调个方向 真的是每个步骤都相当讲究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工厂里头飘散出 阵阵的奶油香与饼香 终于蛋黄酥要准备出炉咯 这些蛋黄酥光是用看的 完蛋